内阁改组的消息甚嚣尘上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今天在布城 参与祈祷和周五距离后 也被媒体追问这个课题 面对记者的一连串提问 首相展现鬼马特色 通过和小男孩的问答方式 暗示内阁将在今年改组 首相在完成祈祷后 主动在媒体尽头前 招来这位名叫阿克马的 12岁男孩扮演记者 重复提出问题 继而上演了这场 一问一答的斗区场面 安华在回应各界关注的 大课题后便乘车离开 结束了轻松愉快的小插曲